Zither Harp 长江入海口 周山群岛就像一幅巨大的画卷 舒展在海天之间 这是一座有着浓郁海洋特色的新兴港口旅游城市 在这里 因海为名的浙江海洋学院 就如同这个城市跟大海的渊源一样 因海而生 远海而兴 随着中国海洋经济的蓬勃发展 走过了不断求索和壮大的五十年 五十年乘风破浪 扬帆远航 半世纪 新火相传 桃李芬芳 学校已发展成为一所 以海洋教育为特色 海洋科学 水产养殖 传播于海洋工程 政府与海洋管理为重点 九大学科门类 协调发展的省属本科高校 拥有22个科研机构 39个本科专业 两个硕士点 若干高职专业和培训机构 声援遍及全国二十多个省市 在校生一万四千多人 学校还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先后引进培养了三百余名 具有高级职呈的教师和七十余名博士 学校开展的 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 渔情预报 评估与管理技术研究 始终处于国内先进行列 对虾工厂化全人工育苗技术 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大黄鱼规模养殖新技术开发 获得国家海洋创新成果一等奖 省科技星海重点项目 漫世无真乌贼苗种繁育 与增养殖技术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近年来围绕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学校在海水渔类的品质改良 苗种培育等领域的研究也桌有成效 承担了五项国家八六三项目 海洋渔野与科学技术基身于浙江省重中之重学科 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发展成国家级特色专业 全国海洋领域首个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和浙江省船舶先进制造技术研究中心纷纷落户海连 此外与挪威共建的海水鱼类营养与饲料联合实验室等一大批先进的实验基地成为催生科研成果的摇篮 浙江海洋学院正努力成为海洋人才的培养基地 海洋知识的创新基地 科技星海技术的攻坚基地 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的孵化基地 生生不息的大海孕育了灿烂的海洋文明 人类开发海洋征服海洋的求索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浙江海洋学院正充满自信一路前行 学校广泛参与国际交流 与美国 加拿大 日本 俄罗斯 挪威等四十多个国外境外高校和科研机构 建立了校际交流合作关系 拓宽了世界视野 长路漫漫 求所不止 从艰苦奋斗的历史中走来 在风雨坎坷的坚持中奋发 浙江海洋学院正以蓬勃的激情 敞开胸怀拥抱充满希望的未来 这是一所青春的大学 蔚蓝色的追求洋溢着蓬勃的朝气 这是一所开放的大学 以海纳百春的胸怀走过了不断求索的五十年 这是一所奋进的大学 用自强不息的努力 书写着辉煌的明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